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軸城龜殼的定義篇 那這裏主要呢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怎麼樣去認識說 這些規格呢 這些型號 我們要怎麼去看懂它 那在上一篇軸城的入門篇呢 有介紹到軸城的一些種類 以及說每一種種類 它所用到的用途在哪裡 以及它的特徵在哪裡 或是它的特色在哪裡 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今天呢 如果你有了軸城入門的一個基礎呢 那我們來認識它的規格型號呢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你如果對於軸城還不是那麼熟悉的呢 建議你到軸城入門篇呢 去先學習認識一下 再來進入型號的定義篇 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這裏呢 就是 會比較偏學術一點 那這邊我就盡可能把它簡化一點 因為這樣對於 剛入門的人呢 會比較容易上手一點 畢竟這邊呢 是 種類是非常繁多的 那我這邊呢 就是主要以我們要看懂 軸城的種類規格為主 那主要以這種方式來簡化它 那如果 你對於這一塊呢 是比較有興趣的 可能要再深入一點的話 那可能要再 透過這樣的方式先認識之後呢 再去尋找相關的資訊 這樣子對你會比較有幫助一點 那這裏到底要怎麼認識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那一開始呢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軸城它的基本代號 那這邊呢 最主要把它分成三大部分 一個呢 是前置代號 再來是軸城系列代號 那這裏呢 我們今天的 規格的型號定義篇呢 會主要以軸城的系列代號為主 那會省略前置代號 以及後置代號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對於剛入門 剛認識的話 會比較方便一點 以及說 其實大部分呢 想要了解軸城型號的話 其實這一邊就已經足夠了 那前置代號跟後置代號呢 它就是比較 需要比較專業一點 有時候可能是你是 軸城相關領域的 供應商或是軸城廠 你可能比較需要用到這裡 那這邊就不會再另外做彈導 主要以軸城的系列代號為主 那這邊呢 前置代號它就是 敘述的它的組件以及材料的代碼 然後後置代號呢 就是它軸城的內部結構啊 公差等級或是遊戲系列等等的這些東西 它都會有代號去編號的 這邊就不探討了 那主要呢 就是以軸城系列代號為主 那這裡呢 細分下來會有五個 通常會是有五個數字做代號 當然有一些是不一定的 有的是三個數字 有的是四個數字 等一下有提到的話會再來做說明的 那這樣細分下來的話 一般我們由左到右 那來講的話 一開始最左邊這裡呢 是軸城的類別 這裡的類別等一下後面會來講到 再來呢是中間這兩個 這裡是尺寸系列 是從寬度以及外徑的 再來呢是工程內徑 這裡等一下後面有說明到的時候 會再來做講解 那我們一開始呢先認識到這裡 等一下後面再來做說明喔 再來呢是來介紹軸城的類別 那這裡的類別呢 主要是這幾種 那也是列出一些大致上的而已 並不是所有的都列出來 那這邊我們最常用的是 第六種的六系列 六系列是我們最常用的是 單列深鉤滾珠軸 那這幾種我就大致上 稍微的把它介紹一下 第0號呢它是 雙列斜角滾珠軸 那以及1號是自動條心滾珠軸 那這邊我就是大概說明一下 是不會都做探討的 因為我們比較常見的是六系列的 那再來第二個呢 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以及第三個我們在入門篇有介紹到 錐形的滾珠軸 像這個 就是錐形滾珠軸 那再來呢 雙列深鉤滾珠軸 這邊 就是有點類似我們六系列 只是這邊它有雙列的 以及第五個 是指推滾珠軸 就是這個 我們在入門篇也有介紹到 再來是單列斜角滾珠軸 那就是也是 類似六系列 類似六系列這樣的延伸的 以及圓柱滾滾子指推軸 就像這個 那剩下的呢 就是可能比較少見的 像圓桶型的滾子軸 就是這個滾針軸 或是滾柱軸 都是可以用這樣子的代號 那再來呢 一個比較特殊一點 是直線軸 在3D列印是很常看到的 那這邊大致上是分這樣子 那當然你不用說 每一種都要去把它記下來 這樣太辛苦了 那我們就是 可能你比較常看到的是六系列 那我們就是 一般都會比較常看到六開頭的 那你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就好了 那剩下的呢 如果你是有用到的 你再去注意一下 像五系列的 我們也是會比較常見到 或是L系列 所以等一下我會以 五系列、六系列、L系列 稍微來做一個示範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尺寸系列 那剛剛最左邊這裡呢 是軸層類別 軸層類別這裡呢 我們就會先填入一個 假設是六 六系列的話 一開始它就會是一個六 那六之後呢 後面還會有兩個數值 那這裡要怎麼去看它呢 其實這裡我們是不需要去記它的 我們大概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個是它的寬度尺寸 寬度尺寸的話 它這裡有三個 BTH 那B的話就是 鏡像軸層的它的寬度 以及高度 那這裡呢 H的話就是 直推軸層它的高度 那這邊的話它就會有一些 阿拉伯數字去做一個代號 那這邊也不用去記它的 那第二個呢 是外進尺寸 這邊一樣會有數字來做 它的一個代號 那一樣 這裡呢 你不用去特別去記說 我們到底是 它的尺寸是多少 是搭配是哪一些號碼的 這樣子太辛苦了 所以一般呢 我們是 有一個軸層表 我們看到軸層表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軸層類別再過來 這個 數字呢 它所代表的就是 尺寸系列 這樣子就OK了 不用去特別記它 我們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認識一下囉 再來呢 要介紹的是 工程內進 那這個工程內進呢 是軸層的型號的代號裡面呢 比較重要的地方 那 第一個呢 我們軸層類別知道之後呢 我們 後面會有它的型號的編號 那我們 工程內進呢 可以從它的型號編號裡面 直接去把它算出來 或是知道的 那這邊怎麼做 它會有規則 我會再來做 詳細的說明 那這裡呢 最主要就是 工程內進這一塊呢 是 可以我們直接看出說 軸層呢 它的內進 是多少 內進尺寸到底是多少 那這裡呢 我會先講解這一個 當我們的內進呢 它的尺寸 D等於 20到480mm之間的時候 它是符合這個規範的 就是 當你的編號是04 或是04以上的 你就把這兩個數值把它乘以5 乘以5之後呢 它就是軸層內進的尺寸了 那 如果你是小於10mm 或是大於500mm呢 它另外會有規定 那這邊呢 我就不會去另外探討 因為這個是 也是比較不常用的 那這裡呢 那04以下的呢 這裡就會有一個規範 00的話 它就是10mm 01的話 就是12mm 02就是15mm 03就是17mm 那這邊呢 我就大概 假設一下 如果是6203 6203的話 那它的 工程內進是多少 03就是17mm 那假設是6004呢 04的話 就是這一個嘛 04乘以5 就是20 所以它的工程內進就是20 就是以這樣的模式呢 把它計算出來 我把它看出來的 那等一下會來做一些示範的說明 那讓大家可以更理解一點 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接下來我來做一個範例的解說 讓大家可以更理解一下 軸程型號的定義 那這裡呢 我會以三種 6系列、5系列以及L系列 那我先以這個來做示範 那這裡呢 剛剛有提到說 軸程呢 它是五個編號 我給大家看一下 五個數字所組成的 那在6系列呢 一般都是以四個代碼來做一個 表示的 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裡 六零零零 或六零零四 那這裡呢 還記得剛剛所介紹的工程內進嗎 那這裡的話 六零零零 它就是六系列 六系列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六系列就是單列深溝滾珠軸層 所以它是一個 我們一般最常見的滾珠軸層 滾珠軸層裡面呢 它的工程內進 零頂就代表是10 所以它的內進是10mm 那這裡呢 一樣六系列 一樣是滾珠軸層 那它這裡呢 04的話代表的是 它這裡的工程內進 04乘以5 就是20 就是以這種方式來看出來的 那像有時候 六系列它是 以三個編號來做 表示的 那這個呢 通常是比較是 那種比較小的 它是一個微型的軸層 那這裡呢 就是直接 我們直接看後面的數字 數字 它就是它的內進 像601它的內進就是1 1mm 681 它的內進也是1 608 608它的內進呢 就是8 那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608 608是用在指尖陀螺 那這邊是很常用到的 那再來呢 我來介紹別的代號 像這裡呢 6203 以及6903 這兩個呢 它是6系列 都一樣是6系列 那它這裡呢 公稱內進呢 一樣都是03 所以它的直徑都是17 那6203 6903它的差異在哪裡呢 這裡呢 就是我們的尺寸系列嘛 剛剛有提到的 所以就是它的寬度 以及外進呢 是不一樣的 那像這裡 6203 這裡有表示出來 那6903 它的內進都是17 但是外進呢 6203它的外進是35 6903它的外進是30 那這裡呢 它的厚度是10 這邊的厚度是7 那像這個 通常 6903呢 這裡呢 就是薄壁型的軸層 像6系列的話 6700系列 6800系列 6900系列 這三種比較常見的是 薄壁型的軸層 就是它這邊的壁厚呢 是比較薄的 那再來 我來介紹 5系列的 5系列是什麼呢 5系列就是指推軸層 我給大家看一下 5系列是指推滾珠軸層 那這裡的話 5系列 一樣 51107 跟51207 它的差異在哪裡 我們記得嗎 公稱內進 07 我們把它乘以5 所以它的內進就是35 那一樣 這兩個內進都是35 差別在於 尺寸系列 尺寸系列就是它的外進 或是它的高度是不一樣的 這裡就給大家 舉一反三一下 再來是L系列 L系列還記得是什麼嗎 L系列就是 直線軸層 那直線軸層的話 我們就是 LM 是比較常見的 當然它還有一些代號 我就這邊就不探討 我以LM來做示範 LM8 其實是很直接的 就是 它的內進就是8M LM10 內進就是10M 就是像這樣的形式來表現出來 那這個 直線軸層呢 比較常用要的 就是在3DDM的物件上面 是蠻多 使用到直線軸層的 又以LM10 是比較常見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這裡呢 來總結一下 軸層型號的定義 那這裡介紹完了 剛剛的 軸層的基本代號 到軸層類別 尺寸系列 工程內進 那這樣大家對於 軸層的型號呢 有基礎的了解之後 其實這部分呢 最主要不是要讓大家去把它背起來 這裡背它是比較沒有意義的 因為 一般我們軸層呢 它的規格那麼多 你總不能每一種都把它背起來 一般軸層呢 我們就是 你可以去理解它 就算你看不懂它 其實也沒有關係的 因為 軸層的話 一般它都有軸層的規格表 我們只要有軸層的規格表呢 其實都可以查出它的外進 內進 厚度 或是一些相關的 支撐力 等等的一些數值 所以 我們 那我們為什麼會需要去了解它呢 主要是我們可能 比較直接的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工程內進是多少 就可以不用去查 軸層表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它的內進是多少的時候 可以用這種方式比較快速的可以知道 以及說我們可能看到了一個軸層的編號 我們從一開頭的軸層類別它的編號 假設是6或是5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它6代表的是滾珠軸層 主要是這種方式的 那當然更深入一點的可能 你直接看了軸層的 它的一個基本代號之後 就知道它這個軸層的用法 它的 公差 或是它的 結構等等的一些數值 那這邊是 比較深入的 就不探討的 那今天的 分享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掰掰